美国宇航局10号宣布,凤凰号火星探测器已经连续数天失去联系,它持续五个多月的火星探测就此终结,并将长绵于那颗红色星球。 随着火星白昼时间缩短,凤凰号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供电能力急剧下降。 此外,凤凰号前不久还遭遇了一场火星晨曝,火星天空云量增多,气温也不断下降。 考虑到种种不利因素,美国宇航局宣布凤凰号探测任务终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